又到了真佛秘法小学堂这个单元了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台北中观堂的常驻上师 是连月金刚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我们一起来欢迎上师 连月上师您好 佩军世界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连月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请教连月上师 我们都知道这个秘教行者呢 最最重要的一定要守所谓的三妹耶界 那么在三妹耶界里面最重要的又是什么呢 是的在三妹耶界里面最重要的是 我们跟自己的根本传承上师的三妹耶界 我们说过三妹耶呢 是对我们的三根本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世盟 所谓的三根本呢 就是根本传承上师 根本本尊跟根本护法 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根本传承上师 我们的三妹耶毁坏的时候 我们对根本本尊 根本不可能得到本尊的加持 而得到成就 而跟自己的根本护法 根本不能得到护法对我们永恒的守护 所以我们的根本传承上师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在这一世的修行当中呢 我们对于我们要选择归一的根本传承上师呢 是非常要具足信心的 所以在这一集里面 联森活佛提到文思修 在我们归一之前呢 我们要不断的去认识 去了解我们的根本上师 而呢 根本上师在收弟子的时候呢 也必须要观察弟子 才能给予完全口诀心药的密法传授 那么在这个相互的一切的这种观察当中呢 我们彼此才会生起很具足的信心 那么其实呢 这个世界呢 是非常非常吵杂的世界 怎么说呢 事实上呢 在这种众多的一切的观点 一切的是非的纷扰之下 我们如果没有真正的去愿意去了解 一切佛法的真谛的话 我们很容易为这个红尘世间很多的是非 而影响了我们的道心 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一世呢 可以说是佛法难闻 明师难求 但是在这一世 我们很有幸归一 真佛中根本传承上师 圣尊连身活佛 我们可以从他所著作的 两百多本文集 以及一系列的传法开示当中 我们就可以明白 连身活佛 是这一世 我们真正要归一 要依子的一位真正的名师 他可以明明白白的 指引一条修行的路 让我们此生呢 透过如此的修行 而得到成就 感谢连月上师跟我们做的分享 节目的最后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打电话 进来全新第23季的 密宗道次第广论修行笔记 就免费的送给大家 再一次的感恩是连月金刚上师 谢谢 同时非常感恩所有观众朋友 您今天的收看 这个礼拜六的同一时间 不要忘了继续收看 连身活佛讲大圆满九次第法 我们星期六见 阿弥陀佛 又到了真佛秘法小学堂这个单元了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 台北中观堂的常驻上师 是连月金刚上师 来到节目当中 我们一起来欢迎上师 连月上师您好 佩军师姐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连月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今天想要请连月上师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跟三根本之间的三妹耶 到底有多重要 是的 那么在跟我们三根本之间的三妹耶 我们都知道 所谓的三根本 就是根本传承上师 根本本尊 跟根本护法之间的三妹耶 事实上呢 我们大家都会比较恐惧 这个我皈依的密教 有了三妹耶界 如果毁坏了 要下不好的恶道 那到底我要不要皈依啊 那么其实呢 当我们用这样的一种恐惧的心 来看待三妹耶的时候 那我们的心就会觉得很有压力 但是转个念头 我觉得在我个人认为 我觉得三妹耶界 一点都没有让我感觉到恐惧跟压力 而且呢 我从三妹耶这个彼此的四门里面呢 我体会了非常深刻的友情 因为呢 我们的三妹呢 就是一种互相融合为一体的意识 所以我们一归一密教 我们开始修持密法 我们就要示蒙 透过这样的修行 透过这样的传法 我一定要跟我的根本上师 跟根本本尊与根本护法 常常水乳交融的合一 从这样的一种认知的时候 我们对三妹耶界 不仅不会产生恐惧跟压力 而且他将是带领你 走向成就的 一道非常非常友情的甘露 所以一切我们的这种归一与修行 或者是我们在人生的态度上 只要转一个不一样的念头 一切都转变了 所以我们的法律 也不是为了要惩罚我们而设的法律 而是为了让我们去拥有某些该有的规矩 而三妹耶界 是为了让我们与本尊之间 实时提醒我们跟本尊之间的一切的水乳交融 成为成就本尊的一个最无上的成就 而彼此之间的世门 那我们如此来看待三妹耶界 我们就会觉得非常非常有情 所以当我们今天对于传法的根本上师 我们常常跟他保持一种水乳交融 合为一体的那种无尽的感恩 无尽的菩提心 乃至于合为一体的这种圆满的这种佛性显现的一个成就 那么我们跟根本上师之间的三妹耶界 就会常常横持 那么因此我们对于根本上师所授予我们的一切法 我们才能够完完全全用我们的全生命禁食 因此我们就会用我们全生命来种法 用我们全生命来实修 当我们如此的与根本上师水乳交融的时候 我们跟我们的根本本尊之间也是一样 所以在我们跟根本本尊之间的互相的这种世蒙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会慢慢的相应于根本本尊的心 因此我们才能够得到一切根本的成就 那么由于我们在这个修辞的过程当中 我们绝对不会是一开始修法 我们都信心就会完全那么的坚定 也不会说一个行者就完全没有障碍 没有烦恼的修法 我们的道心不一定那么坚固 所以根本护法在我们的修辞过程当中 给予我们恒久的守护 这就是很重要了 因此我们在一切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在我们修行的那一念道心里面 我们恒常得到根本护法的守护 我们就能够在修辞的过程当中 一个阶梯一个阶梯慢慢的走向 与三根本之间完全的相应 完全的三美业了 感谢连岳上师跟我们做的分享 节目的最后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打电话 进来全新第23季的密宗道次第广文修行笔记 就免费的送给大家再一次的感恩 是连岳金刚上师 谢谢 同时非常感恩所有观众朋友 您今天的收看 这个礼拜六的同一时间 不要忘了继续收看 连生活佛奥奖大圆满九次地法 我们星期六见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